很多的信徒在学博当中经常会迷失方向 很多人不懂道理 所以他们经常会去问那些禅师问题 一位信徒问了无德禅师 他说师父同样一颗心 为什么有心量大小之分呢 为什么有的人的气量就这么大 而有的人的气量就这么小呢 无德禅师说 你给我现在闭起眼睛 你在心中造一座城 你现在闭起眼睛造一座城 这个居士把眼睛闭起来 默默地在想 这座城我应该怎么样把它造起来 怎么样怎么样 过一会儿 他说师父我造好了 禅师告诉他 把你的眼睛再跟我闭起来 造一根毫毛 信徒木造完毕之后 师父我造好了 禅师接下来精彩的话就来了 他说当你在造这座城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的心 还是你借别人的心一起造的 这位居士说 是我一个人的心造的 禅师说 当你造毫毛的时候 你是一部分心去造 还是用全部的心去造的呢 这位居士说 我用全部的心去造的 接下来 法师就开始开悟他了 造一个城市和造一根毫毛 都是用着你一个心 可见你的心能大能小啊 为什么你不能放开自己 让自己敞开宽阔的胸怀呢 一盆脏水 倒入大海 照样让你变得清澈 碧绿啊 蓝色的大海 就是你自己的心 永亮和 能不能容忍别人啊 所以一个人 能够容忍别人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心量的能 心量能大能小 人间的小事 我们不计较 大事情心态好 我看看你 你什么事 都不计较 reset 不计较 我 混音 闻